市長昨天那個就是議會總質詢是改成書面質詢 那民黨就批評說好像放空城 然後對市長您來放水市長怎麼看 議會執行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都尊重議員執行的方式 市長昨天洪凱總長郭寬明他說不需要進議會監督 然後另外有說到高層要設建廠 但他事後道歉您可以看到什麼 以您為天為政者接受民意的監督 這是一個民主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也插槍到議會來跟議員報告 可以讓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夠知道我們市政的過程 市長昨天郭台銘說不考慮侯郭寬的國家 這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都要給予尊重 市長當然因為這個民調顯示說 藍營支持的51%希望民選總統 所以代表說市長還是來得共處嗎 然後另外在全體物別的部分和郭台銘一樣 市長那是不是在中間選民這部分 市長要再多做民調 民調都是一個參考 最主要的還是自己的態度 如何結合 不管你我族旗 甚至跟任何政黨 大家一起合作 能夠創造國家的繁榮安定永續 才是我們的目標 市長怎麼看郭董說要在高雄設置核能戰 您對核四重啟的想法有沒有改變 其實我以前已經跟大家報告過了 一切核安、核廢料要做好處理 我們才能夠來考慮我們要不要有核電 沒有核安就沒有無電 這是我以前從頭到尾給大家做一個報告的 市長你說核廢料是要中央地方一起解決 那現在您有機會找吳大衛 未來到底要怎麼解決核廢料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面對核廢料要做好妥適的處理 尤其核廢料是不是要永遠儲存在新北市 在人口職務的地方 我們必須都要好好去面對 尤其核安的問題才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核廢料、核安都是大家要一起構成的問題 市長現在主要是您跟主席的幕僚加強溝通 老師不是要避免資訊 然後現在傳出 那黨機器也有動機在消除的部分是 是部分地方順利講對您的理論 您怎麼看您知道這件事 其實我最重要的 還是我現在在議會 要面對議員的質詢 好好的給市民報告 至於黨的規劃、黨的節奏 我都給你尊重 市長最新的民調29%超車了賴清德 那這一次超車市長怎麼看 民調高高低低都是參考以後 最重要的 我們要一步一步 人心打招 以民眾的想法為最大的議規 全力的為市民朋友拼一個喝幾劑 也為國家也能夠帶來一個安定 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市長最新的民調 如果要宣布參選 怎麼跟村文哲也可能要參選總統 趕快回去副局 謝謝大家都非常關心我 其實我這一生很不忘初心 就是為中華民國過台灣 這些脫皮的所有人 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共同的理念 只要能夠讓國家能夠安定繁榮 大家共同攜手 我一定愛混誰跟誰 那政党也能夠好 人家也能夠好 更何況 台灣真的 人口跟面積也不是很大 但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人政治 我們在這樣一個主性底下 國內的團結還是最重要 所以市長之前是從前 還是新蓋核的業績 那如果您當選總統的話 會如何分配新的人員政策 我一直還是特別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其實核安才是我們 一定要守門主 那核衛料面臨了新的科技 到底能不能把核料走散 走散了出來 大家都要起立的面對